第一个,请各位把这边稍微了解 再来阿斯基库内码 以后的话,反正不外乎 数字一定就是阿斯基库内码表的这个位置 英文的话,就是大写跟小写 如果说我要不区分大小写 那我就把所有的小写转换成大写 或者所有的大写转换成小写 那判断只要判断一次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根据刚刚的这个部分 再继续说明 那特别是说,目前的话只有输出一个 其他的话怎么做呢? 其他的部分的话,一样跑个回圈 那个回圈我们之前有写过 就是第一个,在第二行的地方 所以我在第一行就按Enter 然后按个Tip 范围给他,我跟他讲说 我现在是For i i的话是列 第几列呢? 第二列 For i 等于2到9 Enter两下,打一个Netz 那意思是说,我要第二列到第九列 这个范围 通通帮我跑一遍 那再来的话,我就把中间的 刚刚写这一段搬到这个回圈里面 我希望选举再拖拉 那建议是按个Tap键 OK 按个Tap键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 把什么呢? 再把这个i,里面的固定列号 还有比如说A3 A3 总共有这个B3 把它改一下,改成i就可以了 这边再改成i 所以其实有四个 要不然你用取代也可以 有的时候我也会用取代的方式 把它取代 只是说取代的话 如果你要取代的话 取代3 可能要小心 不然有些不应该取代 好,基本上程式都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数字个数 就全部帮我算完了 那这个数字个数算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呢? 英文个数 英文个数如果要算出来的话 那其实道理差不多 差别值是什么呢? 规则我刚刚有讲过 那个规则的话 就要变成什么? 65 所以是大于64 小于多少呢? 小于91 但是呢 还有小写部分怎么办? 那我就想说 VBA里面有没有函数 可以直接帮我把 所有的小写转大写 转大写 大小写转换的话 其实你也要 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U-CASE 所以你检视 即时运算视窗 刚刚不是有 U的话就UP U-CASE 有没有? U-CASE 就这里 打个U就可以了 OK 那当然呢 如果你不太去 因为其实VBA的函数 跟e-sale里面的函数 其实两边不一样 不相通的 OK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VBA到底里面有多少个函数的话 之前有讲过 暗F1 它就跳出来 那它这边的话就有一个 类似像官方版的电子书 有没有? U-CASE这边就有了 它说什么? 指定的字串 转换成大写 有没有? 然后怎么用? 这边有一个 类似的那个什么呢? 一个范例 反正就是把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放进来就可以了 它就每个字都帮你转换 那我们其实可以什么? 一个字一个字 再转换也可以 或者全部转也可以 反正方法很多 那我们 至于说 如果你想要全部了解 有没有? 你可以按这个底下一个函数 其实函数 VBA里面的函数点下去 它会帮你列个表 有没有? 这边 而且帮你分类 OK 有没有? 所以 假设你希望把VBA 彻底学好的话 我是建议 ASC CHR 有没有? Formate等等的 那你可以 自己可能要稍微做一点功课 OK 因为坊间有这类似的 就是 是有函数的这种 类似词典的这种书籍 不过 我是觉得有时候像这种 不是很困难的整理工作 而且我们就是自己稍微花一点时间 大概100出头个函数 你就稍微把它稍微看一下 至少知道说哪些函数可以有什么用途 可能是什么样的用途 你才有办法有个头 不然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不知道说原来有这个函数可以用 至少这个可能要自己花一点时间 我之前最早我记得我会下一点功夫 就是把每一个函数 到底它什么作用 我自己做个笔记 有哪个函数 然后什么功能 什么函数 什么功能 把它写在一本武功秘籍上面 就一个笔记本 OK 那那个笔记我刚开始都会随时带着 我后来发现因为已经够熟了 所以后来就不见了 因为可以不需要了 如果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功力的话 可能你就要做这些事情 就是要写一下 写一下 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可以U-Case 所以我就把规则套用 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把这一段Sub到Sub 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改一下 数字改成英文就可以了 因为它其实规则 大体上都差不多 有没有 我们要写的程式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说呢 把输出的地方 什么 B栏改成C栏就好了 然后呢 规则的话呢 我只要判断大写 大写的话我刚刚讲就是 大写的范围呢 就是哪一个呢 64到91 所以呢 这边可以改一下 把这个公式有没有 这边改成什么 64 这边改成91 OK 然后多一件多个动作 在ASCII Code里面 先把切出来的这个字 就这个字 把它怎么样 在转ASCII Code之前 做一个转成大写的动作 但它如果本来是大写 它就还是大写 主要会影响的是 小写 OK 小写而已 那如果是数字不影响 中文不影响 OK 所以特别说加的方法 很简单 ASC刮符后面 你就打一个什么 U-CASE U 或者你打VBA点 也可以打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字 没有很复杂 U-CASE 前刮符 然后后面的话呢 在哪边呢 记得在后刮符有两个 中间那个刮符加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OK 然后在这边 ASC的后面这边 加一个U-CASE 前刮符 然后再到这个 两个刮符的中间 再加一个后刮符 好 这样的话意思说 我先把它转换成大写 再来判断 如果它转完大写之后呢 还是在64跟91之间 那就帮我加1吧 加1完之后的话呢 帮我把结果呢 列在哪里 列在C栏底下 那这个就OK的 执行一下 全部算完 应该对吧 五个 两个 五个 这么点一个 对应该没问题 那中文个数的话呢 其实道理一样 可以把它 你拿这个复制好了 再来复制 这个一样把它贴上 这边的话 你把它改成中文个数 中文个数的话呢 基本上 它的规则 就是什么 不在这个范围 不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基本上 可以是什么 小于0 所以方向 可能要颠倒一下 小于0 不是而且 是或 这边可能要改成或 因为它不会重叠 如果重叠到了 那用end 如果没有重叠的一定是或 小于0 或者是大于127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改 第一个 复制过来之后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 这边可能就是 把方向改一下 本来是大于改成小于 然后呢 逻辑把它改成或 偶尔 然后这边的话呢 本来是 小于改成大于 大于127 好 这样的话呢 最后输出到低栏 BCD 应该低栏 好 这样的话 中文也就大公告成 所以理论上 你只要会写数字各数 这个 底下这两个 就拿来改就可以了 执行 有没有 这全部 中文啊 中文只有Nokia 这三个 没错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快可以算出 到底数字有几个 英文有几个 中文有几个 可是后来就有同学 本来就讲那个 数算几个 后来同学说 老师我们工作上 不是要算几个啦 我们是要 取出那些 中文 英文 这个 就是数字 分别把它 可以啊 这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是要取出 这个 数算几个 而是 如果数字 就帮我把数字 125 放在这边 KG放这边 那这边就没有 那这个的话就 China 就放这边 然后这个就 Nokia 就放这边 8310 就放这边 哎 那这样好像实物比较有用 因为 刚好之前有个学员 他工作上就是有需要 做那个 出券课里面 就分这些资料 他就直接 马上可以拿来用了 可是呢 这三个应该要怎么写 分别留下数字 留下英文 中文 那其实 拿这个来改 就很可以了 只是要怎么改 关键的地方应该在哪里 有没有 Count等于零 刚刚是 算嘛 算会多一个变数 叫Count Count就是 我只要有一个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算几个 我现在是要把那个字 取出来 那取出来 爱其实就是从这边取 Mid 有没有 这个字 所以其实应该怎么 把那个字Mid到的那个结果 把它串在某一个字串里面 一直串下去就好了 OK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了 应该可以听懂我的意思 就是说 懂 很多人都懂 但是做不出来 我发现很多写程式 最后就是不会写 OK 会很会讲 大家都很会讲 但不会写 所以哦 尽量就是 我是希望将来你们 上网我这个课之后 不只会讲 还很会写 OK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很OK 因为很多事情 马上可以不要突发炼钢了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的话 主要是拿那个数字个数 算几个 然后 只要做一个之后 英文 中文 直接做修改就可以了 那另外我刚刚那三段程式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 假如说你可能 在这个VBA程式上面 会比较慢一点的同学 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先拿来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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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